酒楼已死 每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年纪,一小时,当然是爸爸妈妈带他去喝茶 我以前也说过,我爸爸早点去喝茶 我妈又晚一点点,于是我跟我爸爸 后面早点去,接他,因为他要走 他要走,我妈妈未到,于是我自己一个人得到一个酒楼 然后到我妈妈回答,于是我连接了他们两个人的时间 我两段时间,中间有时一个人可以坐几个多钟 所以报纸轰轰轰轰轰轰,因为这样子看了很多尊蓝 社评,慢慢整个人就成熟 所以对我来说,喝茶对我来说很重要 稍後我會跟大家說一下 喝茶之道 為何中國人喝茶這麼重要 為何做生意又需要喝茶呢 今天這個題目是酒樓已死 跟昨天那個茶餐廳不行 是有一個相當密切的關係 中國人 尤其是香港人搞 茶餐廳不行 劉先生你又說酒樓已死 搞不定 我們那些港式的飲食文化 慢慢就倒閉了 也有這樣的情況 反而在外國就開支散業 在外國的酒樓很棒 為何呢 有些外國人從來沒試過吃這些東西 對他們來說很新鮮 反而這種新鮮感能夠延續下去 因為他們的對手就是那些漢堡包 那些東西 咦 贏的機會大 但反而香港人 酒樓就覺得很奴派 好了 首先說回中式酒樓式微 中式酒樓式微已經是 最主要代表香港人的生活形式已經徹底改變 酒樓原本有兩大主要的特色功能 第一就是早上喝茶 晚上就是擺酒 於是喝茶和擺酒就要在酒樓裡的 反而下午茶和午飯對酒樓一向都不是太重視的 首先我們先說一下早茶 早茶以前說過他的歷史 在廣州怎麼開始 那些人 營商 有錢人 做生意 出來喝一口茶 大家就在那個環境那邊談生意 以前大家有聽過我講 李嘉誠在怎麼開始的時候 是做茶博士開始的 他也是在酒樓裡 咦 見識了一些大老闆 於是知道什麼叫做生意 李嘉誠也是這樣學曉的 做茶的時候 就是所有的老闆雲集 你想去學一下 咦 那個做木材 這個做印刷業 那個做販賣的肉食 每個人的生意模式都不同 你就可以學習聽一下 這樣你就會有進步了 廣東式的飲茶相比其他食肆 有些很特別的地方 其他地方 譬如說西方也好 其他餐廳也好 都可以進去 不點東西 吃完之後不吃 吃完之後就走 給錢對不對 大隻就是這樣 酒樓不是的 酒樓很奇怪 是怎樣的 如果你是習慣點心的 你就知道了 坐下 這樣就怎樣 來點就叫點 來點就叫點 一邊吃著一邊點 很有趣的 除了日本的回轉壽司之外 你很少這樣的情況 即是說 一邊吃著 咦 對 又吃多些 又叫多些 你又不像蒲菲一樣 有價錢讓你吃 不是這樣 你吃多些 就給多些錢 但是你可以 一邊坐在這裏 他還沒出爐 那隻點心 或者腸粉 剛剛賣光 你等一等 半個小時之後 他又再出來 你又要等著他 坐下他 就是這樣 所以整個酒樓的情況 很有趣的 他就是 吃著 你就等著 等著又吃著 咦 那個朋友還沒來 不要緊 你看報紙 等著吃著 這個就是酒樓的習慣 為何會有這樣呢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不要只是說 慶之所至 那麼簡單 那麼你要知道 整個酒樓 就是在一個早茶的生態 是什麼呢 就是 你可以很輕鬆地 渡過你的一個早早 那麼 看看你的樣子 突然間喜歡吃些炸東西 你就吃些炸東西 突然間吃些精東西 吃些精東西 任你去決定 你喜歡喝多兩杯茶 或者多坐一會時間 完全沒有人理會你 那些很急就走了 又可以這樣 所以 這個喝茶的狀態 就非常之彈性的 其他的食肆 不是這樣的 其他早餐都不是這樣 在麥當勞吃完 就走了 沒有這樣的 對一個生意人來說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呢 他一早早起床 他要整天預備自己 跟著下來整天的忙碌 那麼他在那個早早的時候 其實就是一個 整體的開始 他要將很複雜的 今天要面對的問題 慢慢一路喝茶 一路去思考 一路思索一下 怎樣去解決這些問題 就那個過程當中很有趣 有時候聊聊天 有時候跟別人說一下 或者在對話當中 就可以找到一些人來幫忙 諸如此類 諸如此類 好有趣的 整體那個頭腦 就開始慢慢清醒過來 就知道整天的時間 怎樣去面對整個工作 所以你是在混沌當中 慢慢理出頭緒 那杯熱茶 或者那些不是太滴 或者不是太飽肚的點心 就幫助你的頭腦 可以更加靈活轉動 集中精神 要看看 咦 接下來的工作是怎樣 這些點心和茶 其實就是配搭 令到你醒神很多 甚至太滴又不行 是不是先 如果你不吃東西 你又肚餓 那就是一路吃點 想點 吃點 想點 有些像是你很簡單 有些人想事情都是這樣 吃點酒 吃點小食 花生 這樣 是幫你的頭腦 可以很集中精神地想 你跟著今天 我一會兒要談生意 那個人要出什麼價錢 我怎樣面對他 這一種的情緒的集中 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 很多人都不明白 啊 為什麼呢 就是去喝茶 那樣可以呢 因為放兩杯 想清楚 小心點 慢慢去想去 然後做集中精神 看看怎樣去解決所有問題 那這個呢 就是做生意 所以以前呢 那些人就是這樣 在一個社區裡面 有不同的人去做生意的 那你就去聽呀又學一下 跟著想一下自己的問題 應該怎麼解決 其實他好像一個學堂那樣 慢慢教你 包括呢 中環你都見到有很多人 買股票 咦 又問一下老前夫是怎樣的 咦 又學懂些東西 跟著呢 自己呢 又想一下回去 咦 不明白 明天又再來 又來問一些 哇 那就學些 知道些 了解多些 那就越來越聰明了 所以整個酒樓呢 基本上是一個大學堂來的 因為有不同的老闆在那裡 這個是很重要的情況 那那份報紙是什麼 給你自己知道多些資訊 了解多些情況 有時候你跟其他朋友 或者老闆聊聊天 你都知道 喂 大家 有多些 了解這個世界狀態 現在是怎樣的 國際情況是怎樣的 哇 石油加價了 那些能源不行了 我們都要小心一點 很多這些事情你要學的 對不對 所以在整個 就是早茶的狀態來講 老闆就要去準備 今天要面對的壓力 跟著未來 怎樣去得到其他朋友的幫助 得到整個社區的知識 這樣 資訊 這個就是很重要 所以廣東人喜歡喝早茶 那要了解多些 其實西方都有的 譬如很簡單 他喝個杯咖啡 早上吃個早餐 他都是坐下來慢慢想 我今天要做些什麼 大戰什麼 他都是這樣的 所以人呢 因為你剛睡醒 人頭腦還未集中精神 這個早茶其實很重要 但當然了 廣東人那個點心的早茶 就比其他人真的承受到 他真的慢慢逐一逐一逐一 你喜歡怎樣都可以 你喜歡剩下一個人 沒有人打擾你又可以 你喜歡去找朋友聊天又可以 所以整個環境 充滿了一個學習的味道 令到你可以慢慢 集中精神可以對付那天的工作 這個喝茶的代價就在那裡 那個目標就在那裡 所以非常之重要 但是呢 時代變遷了 即是呢 現在這個商業環境已經改變了 大家不再 第一個問題 沒有這麼早起床 因為健康的情況不同了 晚上呢 很多的交遊活動 曾經有一大段時間 你也知道了 喜歡去夜總會 走夜場 於是香港人走那裡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什麼呢 還做什麼生意 香港人做什麼生意 香港人最重要的生意 就是炒樓和買股票 炒樓和買股票又不用 不用怎麼學 不用學這麼重要的事情 聽著聽著就可以了 或者拿消息就可以了 所以慢慢 集中的那個位 就不在那裡了 他們不是做的 這樣的情況 還有呢 很多時候呢 已經沒有了一班的人 都是這樣 那你單是一個人 就很難了 所以整個整體的 香港的商業結構改變了 你在中環上班 哇 非常之劇烈的刺激 那樣的事情 大家都是什麼 去買樓啊 什麼什麼 那不用了 不一定要喝茶 我只認識了幾個 一起跟他們炒就行了 於是整個整體的模式 是改變了 而不是再做小生意的情況 慢慢慢慢 亦都香港做小生意的人 都發覺 不是好像上一代 這樣容易的 很多人變成 打工為主 哇大企業 這樣請了很多人 或者是做公務員 不用了 是不是先 喂 早上喝茶幹什麼 最緊要就是什麼 買一杯三文廳回去 買一杯奶茶 那就吃得了 過了這個環了這樣 不再做小企業的了 那慢慢呢 那種早茶的客人呢 跟以前那些老闆的身份 又完全不同了 那變成什麼 現在喝茶 變成老人家 退休生活 是不是先 哇 慘了 你想想 以前呢 喝茶 這些這樣的 客人呢 就是大有錢人 或者是老闆 這樣的階層 現在就變成了阿伯阿嬸 已經退休了 盡量吃點一個粥 兩碟點心 然後還有一些包 塞飽肚 那些便宜的 可能十幾二十塊 已經是有得交易 一碗粥再加兩樣東西 那就是這樣了 那你想想 你賺得多少錢 跟以前那些兩回事來的 以前的老闆呢 是不是計你多少錢 最重要是覺得 在這個圈子裡面 很有作用 所以就變成了整個結構不同了 你想想 老闆來喝茶 跟那些退休的阿叔阿伯來喝茶 跟阿嬸 你想想 能夠去支撐到那個酒樓的成本 兩回事 所以現在呢 一路一路退 酒樓變成了 你那些早茶 如果你搞這種形式的話 只是一些 比較廉價的酒樓去做 高級的做不到 即是 賺不到錢 你又 請不到那些 這麼廉價的勞工 是不是呢 以前就說 你那個年代有些什麼 偷渡客 有些底類政策 有很多人 還願意捱的 你還可以頂得到 可以低廉的價格 現在沒有了 又有最低工資 是不是呢 洗碗都說 兩萬元 怎麼搞呢 搞不定了 於是 慢慢酒樓的情況就會改變 就好像道香 怎麼搞呢 不要啦 不如去大陸 做了一個中央廚房 總之呢 一天集體去 首購這些菜 肉 便宜一點 然後一起切 一起做 做了一定的 除了採購儲存之外 還有集中的廚房 先做了一定的成品 來弄熱 豬兒次女 這樣便快快速速 是不是呢 對了 這樣做的話 其實有個很嚴重的問題 怎麼樣呢 因為你喝茶 最重要 吃的就是點心 而廣東的點心 跟其他的食品 很不同 譬如麥當勞 炸給你 弄熱你就吃得 差不多味道 所謂的味道 就是茄汁 茄汁 或者芥辣 這樣扔下去而已 鹽 那樣的味道 在那裡 廣東的點心 不是的 他是要你的精緻 和新鮮嫩滑 還要配合熱辣辣的效果 或者皮又要薄 這樣整個效果才出來 糟糕了 如果你有很多的部分是預製 糟糕了 現在你看道香的那些 嘩 一吃下去 糟糕了 那些東西 好像是那些什麼點心 那些什麼點心 不如拿去定一定 差不多了 效果 死不死 廣東點心的精緒 靈魂徹底沒有了 當你預製 已經佔成了一個重點 整個廣東點心 失去了靈魂 廣東的特色飲食 就沒有了 失去了吸引力 所以那些西特代 再去喝茶 跟父母去喝茶 吃點心 沒有人的了 還是搞這些東西 都不好吃 那些東西 對呀 你真是預製 真的不好吃 你要好吃的話 又不是那一回事 為什麼呢 你這樣的價錢 我給不到好吃 你又唯有 給一些很高級的 你去那些飲茶 三四百塊 一個人 嘩 那些點心 就很棒 做得很漂亮 我給你 或者二三百塊 都起碼 這樣就可以了 但你又變成某些 比較收入很好的人 就可以了 你其他呢 嗯 就吃到鮮嫩 新鮮 又或者熱辣辣 很正的精緻 的點心 沒有了 這個就是嚴重的問題 做了燒賣 你都不再是 哇 很多那些豬肉 打散下去 那些蝦肉 打散下去 做得好 哎呀 不是啦 那個彈口的情況 兩回事的了 怎樣啊 最緊要就是快 便宜簡單 那你也是那顆燒賣 不過就 類似是那些最簡單的 那些魚肉燒賣 死得了 用很多那些粉 去搓成這樣 還哪有好吃 沒有了口感 沒有了成 所以呢 新一代 他不喜歡吃點心 亦都是因為 這些這樣的餘製點心 太過充斥市場 他們吃開就是這一隻 都不是好東西來的 吃那些好東西 又要好貴 真的搞不定啊 於是乎 你整個酒樓的生態 因為 你最精彩的那些點心 都不行 那當然茶都開始 越來越不行了 有些人可以自己 帶些茶葉去酒樓 那這個呢 也是個 整個茶屎 不行的原因 那當然 這些 所謂中央廚房 處理這些 廣東點心 是我認為 是摧毀這個 就是飲茶 早茶的一個 最重要的情況 那他不 你知道 這些中央廚房 不是來自中國的 它是來自西方社會的 去做了那些披薩 那些什麼東西 漢堡 薯條 薯餅 那些大堆東西 可以的 雪好了 拿來炸 你看到夜晚 麥當勞 總有一架很巨型的車 去掉那些麥當勞 送了一堆東西給他 可以的 明天就炸去門 搞定了 可以的 那些可以的 因為那些不是吃那種的效果 但是你廣東點心 那些小菜有些 吃那些效果 你沒有了這些效果 完全沒有吸引力 沒有了靈魂 於是乎 顧客就遠離 你的茶屎 就不行了 而沈阿婆 吃一下 試一下 沒所謂 剩下那批 於是他們說 你怎樣 給這樣的價錢 差不多了 我吃到香差不多了 於是乎 整個喝茶 給年輕的一個 或者是 新一代 十歲以下 你覺得 阿婆阿婆 帶我去喝茶 那些東西都不好吃 當然是不吃 跟我們小時候 享受的那些 新鮮出爐的 是兩回事來的 好了 那酒樓呢 你做不到 茶屎 那接著呢 就到午飯了 午飯一般來說 它是比小餐廳好少少的 那你又可以在這兒 聊聊天 一班人聚著 有個圓桌在那裡 住著聊聊 是不是 你同一個辦公室也好 又或者一大班 那些這樣的 師奶呀 哎呀 照顧完小孩 子女上學呀 一起圍在桌上 他這個圓桌大圍呢 去說話 的確有他的功能 那不是給他太多的錢 那你可以一起去追一下 但是因為呢 那個時間很短 一兩個小時左右 就已經完了 所以呢 你這個五萬的時間 不會令到酒樓賺到很多錢 那你對他整個生存模式 沒有什麼幫助 因為酒樓呢 那個的 投資比較大 你跟這些小的餐廳 所以呢 他一定要找一件事 是賺大錢的 這些這樣的午飯的東西 頂住一下 OK的 早茶已經不太行 午飯 由一般的收入 到了晚飯 就是最精彩的了 是不是 以前呢 就要靠大排現值了 沒錯 因為呢 經常都有大排現值 你又結婚 他又生日 突然間還有節日 這個呢 就是 端午節 那個呢 就是 就是 中秋節 哇 一會兒就說 新年 過年 又要擺起酒 又說團體 那些東西 結婚 最多人 於是乎 有了這些東西 哇 哇 酒樓就行了 因為為什麼 一開連開幾十席 或者幾百席 哦 發達了這樣 酒樓呢 就可以賺到錢 這一方面 才是酒樓 最正確的一個 以前的路線 好了 酒樓大排現值 爆婚宴啊 成的那些東西 到了現在新的 這個年代 不是呀 那些年輕人說 別搞這些東西啦 老闆 你酒樓 哎呀 陳陳舊舊的 效果 一條龍一條鳳 搞什麼呀 我給他走去酒店啦 那酒店就不一樣 因為酒店呢 他主要 他不是用來搞這些 新婚的東西 他只要租房子 給人家賺錢 但是 他做了禮堂 又何樂而不為呢 你那些人去那裡 做了咖啡 又或者 他也是擺幾圍 讓你坐 於是乎 慢慢 那些人會覺得 酒店是比較高級 因為實際上 酒店是高級過 裝修也是比你的酒樓 他慢慢 將你一部分的人 吸了過去 那如果呢 那些人覺得威和 那些人很厲害 那就去酒店 還有酒店會覺得 那些人是新人 我又租了兩個房子 給你 那些姊妹一齊 在那裡 又或者 你那天 在那裡擺完酒 洞房都在酒店 廢鬼事物 一上去就是 多方便 如果你喝酒 嘔 在酒店裡嘔 總好的家裡嘔 所以 整個酒店的設計 給這些婚宴 慢慢慢慢吞小了 哎呀 你知道了 吃吞得你了 婚宴 然後又吞了你一些 公司的集會 那些宴會 那些宴會 慢慢這樣 又咬 那樣又咬 哎呀 酒樓就越來越少了 哦 沒什麼人光顧 那就是酒樓最慘的事情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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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些大的宴會 便給不了他 於是乎他好難頂住 那麽大的大堂 是吧 那麽呢 因為他裝修又貴 哇大哥 地方又大 你的租金又貴 你沒有這些大的 就是對 大排現值這些事情 他實在是很難頂 剩下了什麼 哦 是呀 母親節 父親節 父母生日 父母生日 諸如此類那些事情 嗯 老實說 那麽你就很難去生存 尤其是比如说,我以前去酒楼,吃什么头斑腩,乳猪,炸这个,炸那个,炸蟹钳 慢慢的,厨师越多了,把这些特色的菜搬去其他小菜做小菜的餐厅 特色没了,现在不要说什么小菜餐厅,不用了,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两菜饭都有,你看一下,很多两菜饭都做了这些,以前酒楼才有的菜 哇,这些粤菜,慢慢搬下搬下,搬下过去,哎呀,发羊光大了,真是 见了你,还用去酒楼吃?不用给那么多钱,又要查钱,又要贴士 搞那么多,干什么?我两菜饭,一夹,哎呀,或是三菜饭,或是全部送来 一大堆,几十元而已,大佬,你那个酒楼,几百元都未必吃到 我头斑腩,真是麻烦了,所以在这个竞争的情况之下,酒楼就越来越狹窄 好了,但是,你什么都做不到就不行了,要靠什么? 唯有是靠晚饭,你没有晚饭的情况,你喝茶赚不到钱,下午也是 给那些白领,或者那些师奶去吃一下,赚击有限,难道你去下午吃个刺吗? 少一点,是不是?股票啊,如此老饭吗?多少年代啊? 好了,那你就靠晚饭,但是,你晚饭的话,喂,我不一定要去你酒楼啊, 因为酒楼,你那个特色就是说,你很大啊,长卫,你可以燃开一百席嘛 咦,但如果我四五个人这样,我不一定要去酒楼你,你广东菜只是其中一个,就是一饭来的酒楼 我还有很多,我吃日本菜,泰菜,越南菜,火锅,对不对? 很多韩国烧烤,什么都可以,吃鸡煲又可以,那很多竞争啊,你的酒楼,是,有月菜,OK,但是都贵嘛 但是我不贵啊,在其他那些,又不用那么麻烦啊,直接下去就可以了,小小餐厅 所以,慢慢慢慢你会看到呢,这个酒楼市场就一直是这么萎缩糊 你做不到大,你唯有就是将那个地方,一直一直收责 那他所占的市场,将会一直一直慢慢比例又 ansch Marin 中式酒樓的经营持续在这几年下降 2023年中式餐厅的总营业额 以价值计算是比上一年跌了10% 跌了就要计算了 那怎么计算呢 做一个中式酒樓 最便宜最便宜都要60万的租金 一般来说要70-100万的 我们便宜到一元60万都差了 现在租金跌跌 你如果要有宴会的话 你要这样的地方 你就搞不定了 你就一定要这样 好了 接着呢 饮食业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最需要的是人手 人手就舍得这么够 你呢 人家就十几个人就行了 这样容易找人 你又不是而一来 你都要起码六七十个员工 有些甚至上百个 你就要看看 你究竟会不会找到这么多人 哇 这样容易可以找到这么多专业的人才 去和你的酒楼打工 不容易啊老板 所以呢 人才越来越少 为什么呢 新人不愿意入学 辛苦 这一个 真是时代的改变 哇 还做这些饮食业 还要做最辛苦的 那你想一下 差不多价钱 不如去倒咖啡 倒咖啡 倒咖啡 很简单 我去马来西亚 吉隆坡 喝茶的时候 都很好笑 和那个 部长 部长 广东人 和他聊天 他说我们游客区 他说有好处 于是客人比较稳定 因为不会受经济 太大影响 但是 人手 反而最重要 他说 你看 叫人来和我聊天 哎呀 这个又是缅甸 那个又是缅甸 很多缅甸勞工 这样才能搞得到 你不是的话 都搞不定 靠本地人 都是做不住 所以呢 你要知道 你要香港的酒楼 可以搞得到 首先 你有廉价勞工先 他们要包含他的住宿 那就勉强可以了 以前香港 在抵蕾政策的情况之下 你又不停有廉价勞工来 好了 抵蕾政策之后 你留意啊 香港的中式酒楼 已经开始适合 为什麽 没有 不停有这些 廉价勞工 你没有廉价勞工 就是搞不定 那你反而呢 上广州啊 或者其他地方 都有 他们有廉价勞工嘛 常常有廉价勞工 你呀你呀你呀 一直就可以继续接触 你没有的话 搞不定 因为中式酒楼 就是要这么多人的 你没有 就是很难生存下去 那当然啦 就是 中式酒楼呢 难搞 我都曾经试过搞过很多 就是 就是 方式呢 可以尽量呢 就是 令它生存多些 譬如说是有试过 喂 既然搞不定 不如呢 就 在折日的那裏做些 折日食品 那样 那有的 你看到很多酒楼都卖过月饼 卖过萝卜糕 那些东西 但是最终是 为什麽不是太成功 因为呢 始终你都得一个点 两个点 三个点 你就就是那几个地方 唷 卖极多的那些行人 所以经常都说 我给你倒杯茶 我们有罪人出了萝卜糕 要不要多点 那些部署 特别是做一些售仕的 那些部署 怎麽卖得到 一人屈一屈 那样 那样搞法 即是你趕下的 有某些程度 所以不太行 那最近呢 这些酒楼呢 他们是没有做 最重要的是 网购 如果你搞定网购 那就有机会 因为网购呢 就是将你自己的东西 不用利用你的点 就可以发到去全部 你美心 就是他有很多自己的店 那他美心 买月饼 他就很容易成功 你若不是呢 很难的 好了 你唯有什麽 你唯有呢 就一定要懂得 他怎麽在网上 搞定 哇 那就厉害了 那你要找曾志偉 曾志偉刚刚卖完 他那些美心月饼 你看一下 一次他卖了很多钱 那你问一下他 看看他怎麽搞法 所以呢 整个结构呢 你要做好他呢 你要想一下 那些新的生意的模式 才可以 如果不是 就很难去再生存 那现在呢 这个酒楼呢 投资额呢 就真的很大 因为呢 你租了 都要有几十万至一百万 人又要多 那所以呢 你又很难控制 那麽多 所以很多人呢 现在开始是怎样 就将这些 就是 很庞大的酒楼 bounced 一路到的 很難,這個大型式的開大酒樓,所謂大酒樓的模式,曾經在香港很厲害,敦煌的時間都很厲害,但現在就很難再生存下去,反而縮小,那你說我喝茶,吃點心,那怎麼辦,以後會不會沒得吃的,我想沒有就很難的,但是你再吃這些,有些預製的都沒有人,對不對,我就認為近年,其實都不是近年,已經很久了,已經開點心店, 有機會將它再化為這樣,為什麼呢,你那些側三個人,四個人左右,容易控制很多,那你就照樣是一樣,提供點心給人家,由早上,下午和晚上,我到處都見到,我回香港都見到很多,就是點心專門店,類近,那些東西,那你吸引到別人,你只要那些點心好了,那喜歡吃點心的人就走到那裡了,那當然都是說那句,就是不要出那麼多種款, 集中是,就是那個點心的,就是特色的東西,然後做得好,這樣才是可以的,就是你點心,那些點心就是這樣,不是只有一個食字的,它就是要你的Quality的,你要做到那個Quality才好吃的,就是那些蝦餃,你一定的皮很薄這樣,那些裡面有汁,那些蝦又要新鮮,你不要經常做這些,那些蝦,雪味很重的,那些蝦,諸如此類,你要做得到那些東西, 就是你燒賣彈牙,很難的,你很少見到,現在,就是在街面吃,就是自己做一個燒賣,好吃過去幾多十倍,那樣這樣,所以那這樣東西,就是了,你要下料,那些東西,要給價錢,這個都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我覺得呢,趨向了,就是點心專門店這個趨勢,但是整體來講,大家要接受,中式的酒樓,大的那些形式,會一路一路減少,基本上,很難有前途, 除非真的有一天,大家看到,大量尼愛勞,這樣就兩回事,這樣呢,可以用很多人呢,酒樓呢,有得砌了,那樣,為什麼呢,他的城管沒那麼高,他就可以做到這件事,我等你,母親節,等你什麼時候,我先掠你一堆,這樣就要搞了,但是現在呢,工資的壓力太大,暫時呢,搞不定了,所以呢,這一個的酒樓已死,在廣東來講, 大陸就有得做,因為人工便宜,你香港,很難做,香港沒辦法,只能夠做什麼,高級一點,走高級一點的路線,就是,你來喝茶,每個人都要二百多元的,哇,這樣呢,行了,行了,行了,有好東西你吃了,我跟你說,就好像,就是,很多年前,你看到香港,隨時都很厲害的,將叉燒包,廣東形式,變成上海包的形式,薄很多的皮,裡面有很多叉燒,哇,這樣就行了,但是你要付錢,給到好的價錢, 給到好的東西你吃,這樣就行了,如果不是的話,那就當然會一路適眉,走高級路線,這個是唯一的方法,如果不是,就專賣店這個點心,這樣就可能有得生存的,慢慢,大家就會將這個酒樓,變成一些很獨特的東西,不要像以前那樣,哎呀,周圍都要喝,不是怎樣的,以前都是這樣,老闆只要去廣東那時候, 戴著龍鳥,太子爺才喝茶,老闆經常喝茶,好啦,希望你喜歡這條片,記得點讚和訂閱,Thank you,Bye bye